好 那麼這個人夫說要跟曾格爾光溜溜的抽雪茄 甚至說會不會到時候 他這個他就是我太太 旗下的KOL被我拐跑了 遠走高飛就是你 美女 我一定會想要這樣幹的 廖老師 你聽這種話有什麼感受嗎 如果這個是正宫的截圖 正宫的心臟一定蹦蹦跳 如果是我 我會很生氣 然後 你心臟好嗎 我心臟很不好 我先天心臟病 所以可能受不了這種刺激 因為 因為對正宫來講 可能第一 他會感覺到婚姻的危機被背叛 還有可能這一個受傷的程度 會不會就夫妻的關係 從此就決裂 或者是整個家庭就要陪上去 那個很五味雜陳的心情 那尤其是他先生講出 我要跟你光溜溜抽雪茄 這個 這個很刺激 而且很受傷 你怎麼知道很刺激 就刺激 刺激是 刺激心臟很受傷 對 就光這樣講就有那個畫面 這很難過 廖老師 世衛是複雜的 這光溜溜抽雪茄 我們請瑞德解釋一下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解釋 因為他寫言情小說也可以 我們臺灣曾經有律師 直接在法庭上辯稱 那麼因為他不是去抓姦嗎 所以辯稱我的當事人 當時雖然沒有穿衣服 但是他跟另外這位的這個先生 他們是蓋棉被存聊天 法官采信 你不要以為說蓋棉被存聊天 人家就不采信 不過不過告訴各位 依我周遭的男人 剛剛其實高超講的說 百分之九十五的男人對不對 你比如說五十歲 你遇到個二十五歲 那他說百分之九十五的男人會心動 高超根本講實話 百分之九十九 你知道嗎 那另外一個對不對 他沒有看清楚 所以他說你要知道 心動大家都會啦 心動跟馬上行動是兩回事 就算我想行動 人家也沒差異了 對不對 沒有 好 那只看你能不能越過去 男人我周遭有一些朋友 確實有小三外遇的確實不少 我想真的 那他們都有個共同的特徵 各位 突然間愛睡 我跟各位講 到中年男人來了以後對不對 我個人已經快要六十歲了 所以我完全頭髮少什麼東西長得怎麼樣 我從來不是帥哥 所以我更不在乎 可問題是 如果男人到了中年以後 突然間愛睡 你知道嗎 突然間愛漂亮 白頭髮一定要把它染成黑的 然後髮型一定要梳的 然後有時候莫名其妙 在梳頭髮的時候照鏡子 還會吹口哨 還會笑嘻嘻的 你要注意 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突然間在乎他的外表 穿插並少年 你知道嗎 然後皮鞋會去插 你都要注意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打電話 很多人都發現 說電話他就跟人在說 你如果靠近的時候 他就電到突然間都不會說 還是洗澡 還是要去扁手說 還是怎麼樣 你就要注意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那佩珊本來是從事高級的餐飲業 那你看過什麼樣的故事 因為其實說實話 我若是做熱炒 我可能都不會看那麼多 可是我們以前做的是法國餐廳 那法國餐廳吃一餐 我們之前的餐廳 熱炒是在吃完高級料理之後做的事 對對對 還有更晚的一攤是青州小菜 復興北 那個以前真精采 對 那個大家都內行的 那個大概在三點的時候 復興北的青州小菜 那如果是正餐時間 都是在比較好的高級餐廳 因為老闆要白桃嘛 他們要體面 所以我們那時候一個人的菜單 晚上都是三千多塊起跳 平均五千多 那客人有時候請客 他要面子配到七八千都有 比較大的客人 他也不要坐在外面 被看到 被拍到 他們都訂包廂 就外面不可以有窗戶的 先請教一下 七八千塊的料理是吃什麼 我還遇過那種他七八千塊 他跟我說什麼 他不要吃飽 所以他吃什麼 和牛 然後就不要澱粉 不要義大利麵 不要燉飯 所以他和牛松露 冬天的話就擺的 夏天的話就黑的松露 那松露其實剉幾皮 就幾層口氣了 或者是熬蝦 龍蝦 這種比較少的份量 他們其實就是吃食材吃到很好 像說我剛剛講那種在包廂裡面的 他們 以前我不知道 就是我去問候 我之前的工作 其實老闆不在臺灣的時候 我就要去問候 那經理就會跟我講 今天包廂是哪個貴客 誰來 誰來 他先給我討論 那我知道要跟哪幾個重點打招呼 然後我就問一下 他說 從旁邊看一下 那旁邊那是夫人嗎 那我以前菜的時候 經理就露出神秘的微笑 他說你進去就知道了 他也不跟我講 我就走進去嘛 就發現說坐在老闆旁邊那個女生 很明顯比老闆年輕很多 就可能老闆五六十歲 那個女生可能大概二三十 然後也是漂亮 通常我看過之後 他們幾個重點就是瘦 然後穿得比較少 然後從頭到尾都會很微笑這樣子 那老闆會幫他夾菜 要跟大家進酒之前 會先跟他碰一下酒杯 對 我以前還以為說那種是所謂的什麼 傳播妹就叫來的 不是 那個都不是 那個就是飯局妹 他們不是 就是真正老闆 我至少我認識那大老闆 他們是不會跟飯局妹這麼親密 他們那個叫做女朋友 然後都是有鎮靜工作 例如說我看過空姐 或者是公關公司的女生也有 就是一般的活動公關公司 或者是說精品 做精品也很常遇到大老闆 那他們就是會帶這個女生吃好的 會出去玩 打球會帶 然後來我們餐廳的時候 吃飯也會帶 然後所有旁邊的人都心照不宣說 這個就是誰誰誰 現在的女朋友 那你們私底下會那個咬舌羹嗎 要寄 就是說如果他是會帶女朋友的 這件事情 就是職業道德來講 就是要守口如瓶 但是我們也不會說 把這個女生寄得清楚 因為我們會寄董娘 或是寄董事長 可是這種女生 我們不會記得那麼清楚的原因是 他可能出現三四次就會消失了 換人了 對 有的是來一次 然後可能你不 你不有趣嘛 然後玩不開嘛 老闆後來就逆了就換 可是有一些真的厲害 他就會三四次 那最厲害就是 每次來的時候 他已經有一點氣勢出來 就是有點主場氣勢是 老闆旁邊的朋友都知道 這個就是已經有點固定的女朋友了 那一種我們就會寄 固定女朋友就等同辦正宫了 對 但其實老闆也很聰明 他如果就是要餐廳 正宫也會來 他就會避開 老闆跟正宫來 跟老闆跟女朋友來 旁邊的朋友會完全不一樣 然後我們就要很小心 你不能白目說 老闆你上次什麼時候來 講出來就完蛋 因為他帶的女人不是大老婆 那有沒有那種就是說 董事長帶女朋友 然後這個董事長太太也知道 然後心情很不好 一定會 說實話 做女人的誰喜歡 老公要跟別人分享 像我們之前就有遇到是 他是傳產的大老闆 然後也是那種 女朋友很多的 可是大概一個時間點之後 他真的就開始固定帶女朋友 那女朋友就是很高 比大老闆還要高 高跟鞋採起來 哇 辣 然後妝比較濃 很美艷那一種的 那因為他們其實全家人 都是我們餐廳的熟客 所以久了之後 我就跟董事長的女兒 也都有認識 有一次我就看到董事長 女兒自己在吧檯喝酒 就是心情很差的樣子 我就去跟他聊天 那因為熟了 他就直接跟我講 他說他家最近氣氛很差 因為爸爸最近交這個女朋友 很厲害 他說爸爸一直以來 都是有女朋友的 可是以前大概就是送錶 然後車子讓他開 車子不會送 就是會登記公司 然後讓女孩子開車子 那這個女朋友很厲害 爸爸好像已經買小套房送給他 會 就是真的已經暈了 那我們已經看他看了很多次 就發現這個真的是狠角色 那他媽媽心情就很差 可是差 就是如果是像董娘 董娘基本上很難翻桌 像我們今天主角講到那個 他不是董娘 他自己就是個檔 他是創業家 所以他說翻桌就翻桌 可是我們遇到很多的董娘 他其實是老公事業上來的時候 他都是持家照顧小孩 所以你要怎麼跟這男人翻桌 錢房子土地全部都是男人的 甚至公司經營都是男人的 所以像我這個董事長 他女兒他就說媽媽很氣 很恨 從年輕的時候陪爸爸支持到到爸爸事業起來之後 爸爸就開始交女朋友 而且都是公開的 不怕老婆知道 他就說你是我老婆 外面的都是女朋友 我不會帶回來 我在外面玩 你不要管 對 可是哪個女生吞得下去 後來媽媽很難過 後來媽媽怎樣喝酒 他就是常常白天就開始喝 我真的看過就是白天的時候 中午董娘的咖哺哺 然後就笑得好高興 勾著朋友的手進來吃飯 我以前都想說 他好像今天心情很好 他女兒跟我說沒有 就是那天心情不好 一早就開始喝威士忌 因為他只能麻醉自己 他很不快樂 又沒有辦法去處理他老公外孕 到底是不是希望老公事業有成就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成就這樣 叫做這樣子 有成就就變這樣 很容易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分享